能够明白我们世上所经历的苦难 也能明白主我们作为人 当如何去回应 愿你祝福每一位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的心灵 愿你自己亲自做工 让我们开通心窍 满有智慧 懂得你自己奥秘里面所赐给我们的爱 与其妙 愿你这样来祝福 主我们这样一同同心合一的祷告 乃是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所求 阿们 好 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戴永福博士 谢谢 谢谢BC讲他的邀请 那今天有幸可以跟大家分享 阿贵纳有关那个 这个什么呢 三一性世界观和他的这个四字架神学 对我们那个面对苦难的重要性 那我这次的讲座呢 虽然关系到那个阿贵纳或者这方面的比较深刻的思想 但是也不是什么很严谨的那种学术性的讲座 所以希望那个可以让那个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更好的理解 那目前那个在很多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中在东方很多这个包括这个福音派 改革宗金信会 在这些神学家有发生了所谓的这个阿贵纳复兴 所以大家纠正了对阿贵纳的这个各样的误解 然后认为这个阿贵纳里面的这个很多神学和哲学思想 对这个信仰是非常有帮助 那我也会用那个阿贵纳的一些诸识和这个阿贵纳跟那个当代的那个托马斯主义者 或者当代的那些神学家的这些互动给大家分享这方面的道理 好 那我们的这个大岗我们的这个顺序 第一我们是要看那个什么叫世界观寻找答案 然后第二呢难以接受的二元论世界观所面对的挑战 第三循环性旅程世界观的结构结构 然后呢三亿神的内在生命世界观的根源 还有死而复活世界观的缩影 最后就是先机的生活世界观的实践 然后呢我们就会给给以那个一定的结论 好所以什么叫世界观 我们该怎么样比较通俗的解释 这个什么到底这个世界观是什么 那我们如果看我们的人生呢有 大小两种问题啊大体上是这样子 当然这个有很多有一些问题是很大的 有一些问题是很小的 有些问题是比较大或者比较小啊各种各样 不过大体上我们可以说那个那个人生呢 有大小两种问题 比方如果小问题比方说是关系到比方说 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 这个是太小的问题了啊 大一点但是还是属于小问题 比方说你的择业择偶的问题啊啊 你的前途的问题这个还是还是属于小问题 那大问题那就不一样 大问题就是关系到那个这个人生的方向是什么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啊 是不是 宇宙从哪里来 上帝是不是存在 那这个就是属于大问题 那如果有大小两种问题 那必有大小两种答案 那问题是这样子 小答案没有办法解决大问题 而有了大答案 小问题迟早会得以解答 所以小答案比方说我在这里找到工作了 我已经娶了一个老婆啊 比方说或者我已经加给了一个呃一个人 比方说或者我现在赚钱了啊 这些小答案呢 没办法给我们解决这个大问题 啊但是你有了大答案 上帝是不是存在 这个世界往哪里去 人生有没有目的 那小问题迟早就会得以解答 啊没有大答案 小问题将来会带来大问题 使小答案变为无关同样 所以意思是这样子 如果你没有大答案呢 这个小问题呢 比方说你找不到工作 或者你比方说这个这个 呃你的人生有一些挫折呢 会让你思考啊 那上帝是不是存在 人生是不是有目的啊 但当你不能够把这些问题呢 弄清楚的时候 你尽管很多那个小所谓的这个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你已经有了很好的工作 你已经有很好的这个生活 但是呢这个小的这个答案呢 对你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大答案是自称小答案啊 这个大答案你就知道这个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你知道这个这个这个上帝是不是存在 这个自称啊 自称很多的这个小答案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大答案啊 一旦你的问题出现你的人生有问题的你就会感到那个很灰心或者很失望啊就好像是是是是人生是没有方向 那那大答案就好像我刚才说啊人生的这个大问题大答案或者我们可能如果用中文可以说是大灾问啊大灾问是事关人生的意义啊生存的理由啊对不起如果我比方说我的声音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怎么样那个那个统公们或者其他的弟兄姐妹就可以可以直接那个打断啊那世界观就是关系到大答案 所谓世界观可能更好的就是现实观你的现实观你的现实观你对人生的那种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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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这个是事关大大那我们很多人因为人生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大体上的多多少少都是实用主义者所以我们很少很少想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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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观的问题我们很少忽略这个现实的本源是什么啊现实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但是一旦我们面对苦难一旦我们受苦了我们就开始想我生存有没有意义啊这个以后呢到底我的眼泪啊有没有会会不会被擦干啊啊是不是我的过去所逝去的一切到以后会不会得不到数回啊比方说那世界观是事关大胆 那世界观那世界观的特征是什么呢世界观是一种可以说是人生的大环境大故事那制成小故事的大故事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是一种小故事我是在哪里出生我过去呢怎么样长大那我以后要怎么样工作 那包括那包括我以后呢啊要做什么这个是小故事但是这个小故事之所以有意义这个小故事呢之所以对我们呢有作用是因为有大故事那这个大故事是什么呢这个是小故事的环境那这个宇宙的本源是什么啊比方说这个现实是不是有意义那如果大故事没有起作用你的小故事也没有太大意义 太多的意义啊所以世界观的其他的特征就是提供同意性的诠释同意的解释我的人生有各种各样的遭遇我的人生有顺境有逆境有酸甜苦辣那我该怎么样同意的解释我的这一切人生我该怎么样同意的解释人生或者现实的方方面面那这个就是世界观的作用啊所以呢 世界观是有貌的作用或者基础的作用没得人生的那种基础那世界观不但是关系到理论的部分啊世界的本源宇宙的本源宇宙的方向但是也是产生一套人生哲学或者时间啊所以比方说啊这个只是比方说比方说那个中国古人的那个世界观中国古人的世界观呢比方说老子老子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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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反着道之动所以道呢 这个这个这个世界的这个运作这个规律呢都是什么呢都是循环性的老子是这么说啊所以呢所以他的人生哲学是什么呢可能他的人生哲学有人听到这个老子的这个说法他觉得人生哲学就是不要太过分因为什么呢因为物极必反啊比方说啊是这样子好那但是问题什么呢我们的世界观我们不管是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我们的世界观也会面对挑战 也需要被整整理也需要整合那我刚才说我们世界观是提供同意的那个方向提供同意的诠释同意的解释啊信仰是提供同意的解释信仰就是提供同意的就是我该怎么样统一个种各样的这个人生各种各样的现象人生各种各样的教育但是呢有所谓的一与二的问题什么叫一与二的问题呢 有时候呢有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呢三与二从其两相持不下但往最坏处想二常错白善而世上也没有什么纯粹的善所以有三恶的二元三恶的二元论不但有三恶的二元论呢我们受困于很多的这个二元论所谓二元论这个是一种矛盾是一种张力我们一方面 看见那个人生有很多秩序啊生活有很多秩序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这个人生有很多混乱我们不能够解释这种混乱我们也看到生与死的二元论三恶的二元论祸福的二元论一方面我们要肯定人的尊严人是有尊严的人是万物至零人是最宝贵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人的卑贱啊 所以这种二元论的这种矛盾呢令我们困惑啊你看你你听说上帝是很好的但是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些苦难的发生你听说那个世界的各方面都有智慧都有他的设计的一切都有秩序但是另一方面有时候我看不清楚我有时候理解不清楚为什么有许多混乱你觉得那个一切都是有上帝的祝福但是为什么有很多祸患 比方说啊那理性是总是寻求一是这样子那这个也是康德很有名的这个说法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康德我们的理性是最求普遍的解释我们的理性是不满于二人论我们的理性不满于这种矛盾我们的理性是要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啊这个就是世界观啊我们要学习世界观的一个原因啊人为什么开始想这个世界观 因为呢他就面对这个人生各种各样的这个所谓的二元论或者矛盾但是有了世界观有时候我们的世界观也是被挑战好像我们的世界上观无法解释这种令人窒息或者令人非解的二元论啊所以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世界观我们要重新思考我的世界观是不是能够提供同意的解释那这个是所谓这个世界观所面对的一和二的问题 那那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那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背景什么叫世界观或者对是这个世界观的一种挑战那现在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基督教的特点就是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一种旅程性的世界观或者是一种阴东性的世界观那这种世界观呢不是停滞性的这个世界观不只是告诉你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不只是告诉你这个世界 世界的心晴制是什么但是也告诉你世界从哪里来现在怎么样以后往哪里去所以是一种旅程基督教的这种旅程性的世界观呢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特点呢第一它是富有动态所谓富有动态什么呢它是给你提供参与的机会所以这个旅程呢你也可以参与你也可以参与 甚至呢你也可以影响这个旅程啊所以人不只是一种机器人不只是完全的被动成为了这个宇宙规律的那种牺牲品或者被操作的这种这种亏类啊所以有富有动态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基督教的世界观不安于现状因为它是一种旅程性的世界观所以它认为 我们的现在的现在的这个现实还是不完整它就会告诉我们现实不可被完全肯定不可被全盘肯定也不能够被理想化所以它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所面对的苦难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常的当然苦难是反常的正常的意思就是因为现实现在还不完整 然后基督教的这个世界观是目的性的或者末世性的 Tileological或者eschatological目的性所以能够产生叛蒙还是有目的的是这样的因为它是一种旅程性的世界观是像一种旅程有动态的那其实如果我们看很多的那个哲学或者宗教著作如果我们看那个很多哲学著作或者宗教著作不管是西方文明也好不管是东方文明也好 其实呢大体上当然这个只是大体上只是一种粗略的说法大体上有两种旅程性的世界观是直线的还是循环的直线的还是循环的那直线的世界观呢 直线的世界观就是就是什么呢直线的世界观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这个人人生就会越来越好人生就会越来越好 然后这个这个历史是走向那个最好的这个方向去那比方说我们看那个德国的一个思想家叫黑格尔啊好像他的世界观是这样子的直线啊是吧 所以我们盼望那个美好的世界的这个出现但是有一些世界观是循环性的那很多哲学家很多是想家认为中国文化的世界观是一种循环的世界观啊啊这个是古代的那个回字啊回家的回啊比方说呢一专啊 这本古书呢这本古书呢说复起天地之心乎复的意思就是反复或者回啊循环 它的意思就是天地啊天地的这个音作的逻辑呢就是循环性循环 批极太来乌极必反啊是这样子啊 然后呢这个为什么这个这个屏幕出现这个字啊啊同工能不能帮忙啊然后呢比方说我们在三国演义啊我们在三国演义我们就看这个三国演义的那个有一个句子啊啊大家都熟悉三国演义啊话说天下大事分酒必合喝酒必分啊是不是啊这个是中国传统的那种那种循环性的这个世界观啊那从 从我们基督教的这个角度看啊从我们基督教的这个角度看直线的世界观和循环性的世界观它有一定的风险 它有一定的风险直线的世界观呢很多人以为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一种直线的世界观我们就是期盼天国的到来我们就是期盼那个新天地的到来就是直线的世界观那直线世界观能够导致搞告局人性的世俗性乌托邦主义 因为是直线的以后历史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这个努力我们要实现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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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天地我们要实现那个人生最好的未来 那循环性的世界观呢会产生一种边敌人性的自然主义所以人性包括人的尊严各方面呢好像在这种 惨酷的那种循环的过程中好像是没有他核心的地位或者核心的意义好像是这样子那其实如果我们看呢基督教的世界观是结合两者所以在循环性里面有直线或者其直线是圆形的所以基督教的世界观是有直线的 我们是期盼新天地的到来所以我们相信苦痛死亡这个是暂时的东西我们会相信那个人的眼泪最后必会莫干我们相信看啊上帝会把一切都更新了这个是我们是期盼那个新天地所以是有直线的因素 但是这个实线是一种圆形的是一种圆形的所以在循环性里面是有直线啊那这个是何从硕起呢啊那所以这个就是呃一个一个神学家呢叫耶纳旦爱德华子啊耶纳旦爱德华子是一个改革众神学家也是一个人家说是最后的清教徒啊爱德华子把他称为荣耀循环the cycle of glory意思是什么 爱德华子说万有处于神所发的荣光旨在让万有将荣光的反射到神那里去就好像摩西等希乃山看见上帝上帝是发光的摩西看见上帝的光呢摩西的脸呢就好像晶体一样把上帝的光反射出来那爱德华子的意思呢上帝跟他的受造就是这样子上帝发光然后呢天地万物诉说上帝的荣耀 把荣耀呢反射到上帝那里去这个是一种循环啊是这样啊那这个其实也有圣经的根据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六节告诉我们万有都本与他 依靠他归于他啊很多教父就很看重啊很看重这个教导所以万有一切都是来自他 依靠他是由他来妥助的最后呢就回到他那里去你看是一种循环 从上帝那里然后回到上帝那里啊那阿奎呢阿奎呢就是这么说啊阿奎呢说一个结果只有当他回到他的 那这个圆圈的时候才能够完全才能够完满因此圆在所有的图形中是最完满的而圆周 运动在所有运动中也是如此啊这个这个我是用那个武汉大学段德志老师的这些这个翻译我稍微有一点改啊有点改一点每个受造物都就根据他与 圆圆圈的类似性而回到他的圆圆那这个这个启示呢阿奎呢在这方面的这种 循环性的这个世界观呢其实是来自教父的这个这个这个世界观尤其是一个叫Dionys 在教父时代一个在为Dionysys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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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述 所以这种世界观呢在阿奎那里面呢在阿奎那的思想里面呢这种世界观呢新环性的世界观呢被成为那个发出和回归的 循环 Exitus Reditus 从上帝那里发出来 然后回到上帝那里去 那这个启示呢 告诉我们 收造物的美善 是来自上帝 所以上帝的美善是如此的丰富 所以收造物就好像从上帝那里留意出来的美善 我跟你上帝是每一个收造物包括动物植物 那个那个山水 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有他的美善 上帝创造的时候他说 这个很好 他看一切都很好 那为什么这一切都有他的美善的 因为都是来自上帝 神就是美善的源头 但是呢 我们这一切受造物 虽然是有美善 我们还没有完美 我们还需要成全自己的本性 所以成全本性呢 达到完全 只能是在哪里呢 回到上帝那里去 所以有美善 就是留从上帝留出来 成全 这一切呢 就是要回到上帝那里去 所以在这里呢 有reflux 有influx 有流液出来 有回流 这种循环 那 Pseudo-Dianosis 这个 那个 那个交付时代的一个作者 这个其实这个作者是 是匿名的 他用Dianosis 当作是他的 他的笔名 但是 他叫什么名字 我们都不知道了 现在 对Aquina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那他是这么说 万物出于神的时候 已经孕育着 归于神的 冲力 所以万物出于上帝的时候 已经包含着 回到上帝那里的那种动力 神使他们出去的目的 是让他们回来 所以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 是要我们归于他 所以 奥古斯定说 上帝 为了他创造我们 所以我们 除非回到上帝那里 安息 我们的心里 还是会焦躁不安 奥古斯定是这么说 这个大体上也是这个 这个意思 所以上帝的美善 既向外流液出来 也吸引他 向上帝那里回来 所以很有意思的时候 很有意思的是什么 我们 每个人 虽然有上帝的美善 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诉说上帝的荣耀 但是上帝那个伟大的荣耀 那个无穷的荣耀 不断的吸引我们回去 而当我们回去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成全 我们在这里的美善 所以我们 离上帝越近 我们就会越美 我们会越荣耀 大体上是这样 那 所以 Sewdo Dionysius 也是这么讲 受造物的两种内在倾向是什么呢 源于神 或者依靠神 归于神 或者寻求神 所以我们有两种倾向 这种倾向 对有罪的人来说 他会感觉到这个是一种矛盾 一方面 他要依靠上帝 他要依靠 他要需要有一定的依靠 一方面 他也要寻求 完善 但是因为不认识上帝 所以寻求完善呢 或者依靠呢 就成为 沦为偶像崇拜 但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受造 都有这两种倾向 依靠的倾向 回家的倾向 寻求上帝的倾向 那这个也会影响 阿古斯定 所以阿古斯定认为 罪恶 欲望呢 本来是 对一种美善的那种 假罪求 或者错误的罪求 那 有一位 那个 那个 靠近那个改革时代 宗教改革的那个一个 你可以说是现在的比利时 或者荷兰 的一个 一个灵修大师 叫 亚 他也是用 Dianosis 或者阿贵那 这种新环性的那个 那个什么呢 世界观来解释那个 三一神论 所以他用 长草和推草来比 所以 精力充沛的 展现出神的荣美 这个是长草 所以我们从 三地那里出来 是一种长草 是一种 留意 然后回去呢 那是一种退场 心平 心平 七定的安息 与神的慈爱 这个是一种退场 那 Ruysbrook在这里要解释 那个 那个 那个阿贵呢 已经解释的东西 那就是关于 默想的生活 和积极的生活 的那种 张力 默想 我们怎么样 过一个默想的生活 常常思考上帝的话 常常祷告 或者过积极的生活 实践性的生活 常常不是 那这个在拉丁文 就说 Vita activa 跟Vita contemplativa 默想的生活 那说他说 默想的生活就是 心平 七定的安息 与神的慈爱 实践积极的生活就是精力充沛的 展现出神的荣美 那他说这个本来是一种循环 那人生就好像是这种循环 那我们心平 七定的安息与神的慈爱的时候 我们受到力量 我们再次 再次清理充沛的展现出上帝的荣美 然后再次又是安息与上帝 这样子我们的人生就是一种 有直线的那种循环 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所谓荣耀 循环是一种留意和回流浪潮和退潮 有时候也可以被理解为降下和升上 圣经说一切没善都是从上头来 是降下来 那因为降下来 他也必须升上去 他也必须 让人那个荣耀上帝 那这个以后我们就会看见 降下来升上去 这个是比较适合于解释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也是一种循环 那 所以 循环性世界观呢 这种这种循环性的旅程对阿奎纳来说 这个是一种世界观的结构 所以阿奎纳是这么认为 人的存在是荣耀循环 表现的更荣耀也是更适当 为什么更荣耀 因为人是最像上帝 所以 万物怎么回到上帝那里去呢 被人带领 所以人是带领万物和代表万物 回到上帝那里去 当人荣耀上帝 万物通过人也荣耀上帝 那这个更荣耀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万物之中 人 在世界上 人是最像上帝 为什么更适当 因为阿奎纳认为 自然 因为 这个回去呢 更适当 回到上帝那里更适当 如果这种回去呢 是出于自愿 出于理性的理解 出于意志的肯定 那动物是没有理性 植物是没有意志和理性的 所以当人 有理性 用他的理性和意志呢 荣耀上帝 那 这个受造物在人的生长 出于自愿的回到上帝那里去 那后来呢 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看阿奎纳的这个神学大权 神学大权 那现在大体上这个大体上是一种公式 虽然有一些 学者不算很统一 但是是一种公式 神学大权的架构是发出和回归的架构 所以如果你看这个神学大权 你好像是进入一个大教堂 里面的那个结构很严密 而且是相互惯联的 那阿奎纳的这个系统神学或者神学大权呢是一种 是一种这个什么呢 是一种用这个发出和回归这个宏大的愿景 赋予万物以终极的可及可知性 阿奎纳的前半部分神学大权的前半部分是通 是解释发出 万物怎么样从上帝发出来 后半部分是解释回归 中间是解释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发出跟回归 回归 那这个这个耶稣基督可以说在中间 因为他可以在这样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耶稣基督就是 发出和回归的这种 这种这个什么呢 所以 或者这种核心 那阿奎纳认为 万物的终极的可知性 我们可以知道万物是因为他是从上帝来 也是会回到上帝那里去 啊 啊 循环意味着运动 运动 运含着 那运动在这里呢 意味着戏剧性的这个互动 那为格的戏剧性的互动 我们可称之曰叙述 所以这个运动呢 这个循环的运动本来是一种故事 那在这个叙述中呢 邪恶势力要切断荣耀循环 邪恶势力要切断荣耀循环 而救恩 所谓救恩来是完成被阻断的这个循环的旅程 大体上是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能够通过这个循环可以解释什么叫堕落 什么叫救赎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 在阿奎纳的思想体系中 这循环性的叙述是三意性世界观 为什么呢 因为万物的循环 源自神 归与神 反映出复合子在灵里的循环 源与父 归与父 对呀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 谈到那个三意神的生命 三意的内在生命 世界观的根源 那起点是什么呢 奥古斯定和阿奎纳的三意论 这个有一点抽想 但是我 我会想办法 比较通俗的给大家解释 那阿奎纳跟 阿奎纳的三意论 他们的有一个特点 为个对他们来说呢 是一个十存的关系 relatio subsistence 是一种十存的关系 这个是很抽象的 什么意思啊 十存的关系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神的存在 神的存在离不开两种形态 本性和关系 神是有他的本性 有他的关系 那所以这个是神的存在的特点 那本性 神的本性 substantia 是事关神的 是事关神的独一性 但是关系 relatio 是事关神的位格的多元性 所以关系是指位格 我们很少听到有人说那个位格就是关系 但是这个是属于西方三意论的特点 那但是这个其实也是加巴多加交付的一个教导 那关系 许多关系是概念性 意思什么呢 许多关系是不是实在的 或者不在事物里面 他在我右边 A省是在B省以北 河北是在河南以北 这个关系其实是 你可以说是不存在的 这个关系是一种概念 但是阿奎拿认为呢 三意神的关系是实在 所以三意神的关系不只是概念性的关系 因为关系就是位格 圣夫圣子圣灵呢 三个位格就是三种关系 他是这么说 所以关系和位格内涵上不同 但是现实上统一 就好像弥撒亚和道成肉身 这个概念上不一样 但是现实上是指 指耶稣基督 所以关系跟位格内涵不同 但是现实统一 阿奎拿是这么认为 那关系 那我现在没有时间给大家解释 这个特别是有意思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总结 关系是着重位格的相对性 负是相对于子和灵 子是相对于负和灵 灵是相对于负和子 而位格强调关系的实存性 关系的确实性 所以负不是子 子不是灵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位格 但是父不能够离开子而存在 我们不能够说有一天 父就告诉子好了 我现在要退休了 比方说我现在要搞其他的俱乐部 好就再见了 现在就成为两位一体了 子和灵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父跟子的关系 是绝对的关系性 这么说 关系事关两个关系相的相互关联性 没有子之父本非父 子岂能无父 所以没有父和子的关系 就是不是圣灵 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可以说是相互依靠 所以关系是解释 位格之间的区分和位格之间的构成 很有意思 在三一那里 位格的区分和位格的构成是一样的 所以父和子的不同点跟父和子的这个关系 是差不多是差不多同意的 父和子之所以不同 就是因为他们有关系 他们有父子关系 那关系也是一样 这三个位格的相互渗透 相互预句或者perichoresis 父这个概念是在子这个概念里面 所以父就是在子里面 子也是在父里面 好那今天我们就不先不讲 太多讲这种这个比较抽象的东西 所以所以你一旦想这个父 肯定是想子 就好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有一个人刚刚结婚 你不能够叫他爸爸 是不是必须等他有孩子的时候 才叫爸爸 那爸爸这个概念呢 离不开孩子这个概念 孩子没有不 没有没有爸爸的孩子 所以子这个概念 也是离不开父这个概念 那父和子的相爱 这个就是圣灵 好 那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 那这个以后我再解释 那个关系 这个还是跟关系有关的 那阿奎 阿奎也是受到Dianosis的影响 这位教父的影响 阿奎认为爱是有内相外的 那这个关系是代表爱 父和子的关系 为什么父、子、灵都是关系 为什么他们有这样亲密的关系 因为他们是过相爱的生活 所以三位一体的关系性 是要解释三位一体的相爱 那阿奎认为爱是有内相外的 是超越自己的 超越自己有内相外 那这个呢 用英文 英文也是来自拉丁文 那这个拉丁文 其实是来自希腊文 Extatic Extatic或者Extasy 有几几他 相外的 所以关系本来是相外的 Extasis 那这个是现在我们英文有Extasis 不过不幸的是Extasis 现在也是毒品 有一个毒品也是叫Extasis 也不太好 这个Extasis的意思是什么呢 相外的 就是指向他自身以外 说父子灵是实存的关系 就是等于说实存的 也就是实在的相外性 每一个位格都像其他的位格存在 父是相对于子 子是相父的 所以关系是相外的Extasis 那这个Extasis是相外的 大体上是相外的 那Extasis怎么理解 在中文就是很难理解 这个很难翻译 如果你要查那个中文 英中文这个词典 这个Extasis一般被翻译成 框喜 那种兴高采烈 或者出神入化 是这样子 我觉得更铁近的翻译 是这样子 旺行 我们有一个成语 得意旺行 旺行的意思本来呢 是旺乎其行 就是好像忘记自己 狂喜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也可以被翻译成 旺我 所以意思就是 当你超越自己 当你爱上了一个人 完全的爱上他 被他的魅力所吸引的时候 你好像就忘记了自己了 你的自我被边缘化 所以这个Extasis会产生出一种无比的喜乐 那其实Extasis这个概念 虽然是希腊人一开始提出来的 但是其实在中国文化也有 是不是 你看如果我们看中国文化 看论语 对方说 孔子告诉他的本身 你要介绍 你要介绍我 你要告诉他 孔求 自为人也 发分忘实 努力 发分忘实 乐以忘忧 不知劳之将之 是这样子 有忘 忘不知 然后论语也是说过一句话 子在齐闻上 孔子在齐国 闻那种古代的那种音乐 可能是有宗教色彩的那种音乐 三月不知若为 太着迷了 三月不知若为 还有比方说 涛元明 金草的涛元明 他有一个诗歌 是不是 其中有正义 他看见这种景色 其中有正义 欲编 欲忘 所以呢 所以 Extasy的关键字 所以Extasy的关键是什么 出 离开 超越自己 离开自己 一 为了跟对方合一 而离开自己 忘 忘 自己被辩元化 不是说你的自我就完全失去了 但是你的自我被辩元化 这样子呢 我们在Extasy的时候 中文其实有很多好的成语 有关这方面 心灵行事 你关注 你太关注了 行事了 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体 不能自欺 轻而注目 而不敢胖顾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极端的自主 本身是一种幻觉 如果人性的成全是在于相爱的话 极端的自力 比本身是一种幻想 所以呢 按照Aquita 理智上的Extasy 发生 当人所认知的是超越他的正常的认知对象 比方说 你看见大瀑布 你看见高山 你不能够说话 你的自我被辩元化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理性的范畴 好像是一下子不能够容纳这么伟大的景象 还有呢 Aquita 身为意志上的Extasy 发生了 这个Extasy 我暂时 这个不太好的翻译 我暂时翻译成离己 好像是离开自己 发生 紧当人对谋事的渴望 是之忘乎其形 被所爱者 完全的占据 你忘记了自己 好像是这样子 那 所以 又回到Seldonosis 这个Aquita 引用了Seldonosis 这句话 在神血大全蛋 他解释爱的时候 神自己也经历 Extasy 神自己也经历这种 好像忘我的 好像如你 而由于所有的爱都出于一切 效法神的爱 所有的爱都产生理解 都产生Extasy 那神的Extasy是什么呢 爱是运动的原理 所以爱 Aquita是这么理解爱 特别有意思 爱是运动的原理 爱就是那种运动的原因 The principle of movement 我们怎么样理解爱 爱是一种运动 所以爱是一种联合的力量 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联合 那这样子 爱的运动也是一种旅程 我们刚才说世界观是一种旅程 爱也是一种旅程 爱着与被爱 被爱着的彼此的理解 一个人跟另一个人相爱的时候 他离开自己到对方 对方离开自己到他那里 他在对方里面 对方在他里面 你现在可以明白了 为什么耶稣常常用这个好像比较啰唆的话 你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相互的续集 相互的理解 所以爱是一种旅程 所以爱者的主动性的自我奉献 得到了被爱者的回应性的自我奉献 爱者主动性的自我奉献 得到被爱者的自 回应性的自我奉献 所以爱亏拿认为爱的成全就是相爱 爱意味着相爱 而相爱就是这种自我奉献 这种循环 自我奉献的循环 彼此的续集所形成的是一种发出和回归 这种循环去名 爱者的自动的自我奉献 这个是发出 被爱者主推应的自我奉献 这个是回归 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这个发出和回归 本身就是解释相爱的关系 这个就是有意之爱和欲望之爱的差 阿规就是这么解释 有意之爱是一种循环 我从我到你那里 但是欲望之爱是假的 欲望之爱是要回到我自己 不是你那里 是这个意思 如果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看 在神那里 在三一神那里 所谓发出就是父圣子的永恒运动 所以正统的教会接受那个尼西亚信经 尼西亚信经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的使徒信经的那个基础 所以尼西亚信经说那个子是收生而废受造 发出就是父圣子意味着什么呢 父圣子是父将其所有给予子 父将他的神信将他的一切给予子 那这个就是父圣子 这个是发出 所以他的他意味着什么呢 子的存在或者所有都是从父那里来的 子的一切都是从父那里来的 那回归是只以感恩的心将其所有献给 所以发出父圣子的永恒运动 回归就是只把一切献给福 那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圣子 圣子的存在方式是以领受性和回应性为存在方式 那这个启示呢 是阿奎那之前的一个神学家叫Bona Ventura 解释这个强调这个 那阿奎那不是有很有系统的强调 但是尤其是在他的约翰福音的注释 他有这方面的强调 只是以领受性和回应性 receptive领受 他从上帝领受 从天父领受 一切回应responsive为他的存在方式 那如果这样子发出和回归都是续其自爱的表现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看发出和回归 最基本的就是解释父和子的关系 父圣子只把一切献给福的这种关系 那所以触发自父自子和回归 从子到父这个完成的连接性里程 是父和子被圣灵充满的表现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阿奎那认为他不能够接受那个希腊教会 希腊教会不认为那个圣灵也是子发出来的 那阿奎那认为圣灵就是父和子发出的 因为圣灵就是父和子的相爱 这个相爱的位格化就是圣灵 所以这个触发和回归 从父到子 从子到父这种循环的连接性的里程 就是什么呢 父和子被圣灵充满的表现 可以说圣灵就是关系本身 由此圣灵是三一神的户爱 父接着灵在子里面 子透过灵在父里面 这个其实是来自奥古斯帝 总之在神那里给与德相应 虚极和充满像谁 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知道 就好像现在很多新约学者说的 当菲利比书说 耶稣基督呢 虚极这个虚极本来是向天父虚极 主要不是向我们 此其次才是向人虚极 所以这个虚极呢 不只是到成周生的时候 这个虚极就是解释 子永恒的存在方式 因为子总是虚极 向天父虚极 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看 神以外的工作 都是以他的内在生命为格式 所以神三亿神里面 父和子的这种发出和回归 这个被延伸到那个什么呢 受造物 所以受造物之所以发出 从上帝那里发出 也会到上帝那里回去 这个本来是三亿上帝的向外表现 所以神以外的工作 都是以他的内在生命为格式 三亿神的发出和回归 原至父归与父 原至父归与父 一切从父那里 一切都会回到父那里 所以万物借着阿贵拿说 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明白 万物都借着子圣子和圣灵 来自天父 也靠着道和爱 那道和爱也是代表圣子和圣灵 回到父那里 是这样子 因为在三亿神的生命里面 来自父回到父 也是通过圣子和圣灵 正如父圣子 神也创造万物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万物的灵受性 但是灵受性 我刚才说 子也有灵受性 但是万物在万物的灵异 灵受性这个是等于心 正如子向福续集 万物也把荣耀归于父 那这个是等于万物的回应性 但是万物的回应性呢 我们把它叫顺服 所以万物的心靠顺服 其实是来自圣子的回应性和灵受性 当然我们不能够说圣子心靠天父 或者顺服天父 因为父子灵是同种同尊的 但是圣子在这里的回应性和灵受性 被翻译出来 在收造节 那就成为心靠和顺服 那死而复活就是世界观的缩影 因此收造物就是三亿神的外在体现 从收造物的这个从上帝那里发出来 然后回到上帝那里去 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什么呢 三亿神本身的那个内在运动 神与万物的关系 直跟与复合子的关系 加尔文说过一句 现实里面的关系呢本来就是复合子的关系 最重要的 那当然这个关系本身也就是圣灵 他们的联合 所以万物尤其人通过效法子而效法神 也是神的形象的形象 人就是要通过效法生子才能够效法天父 所以万物跟神联合 万物是通过跟圣子联合 那这个教导本来是来自教徒 尤其是Iron New 所以三位一体里面 这个圣子万物就是站在圣子的位置上 跟天父联合 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为何 为了完成万物跪回天父的循环 指这个位格成为肉身 是最合适不过的 阿奎呢是怎么说 所以阿奎呢避免用必然这个词 他说最合适 confinance confinance 因为就是这个圆 那基督的人生 基督的人生 现在我们谈基督 道成了肉身 基督的人生 来自父回到父 你看基督的人生有一种循环 我是来自我的父 我的食物就是要做 在我来者的池 他是来自父 他也是回到父 所以基督的人生哲学 基督的生存方式 来自父回到父 是新人类 宇宙 历史的模型和说明 所以基督就是一种小宇宙 现在我们就可以明白 为什么义父所述告诉我们 万物以后都在基督里同归与义 如果用那个希腊 那个初起教会的教父 尤其爱人 又很好的抓到这个意思 所谓同归与义的意思 就是宇宙在基督里面得到总结 意思就是基督的人生 总结了宇宙的运动 基督来自父回到父那里去 那借着灵逞肉身 道借着灵逞肉身 而灵与基督复活后才临到教会 因为什么呢 因为父生子和子相父蓄集 都是父和子发出圣灵的表现 那这一点我就不多解释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由于堕落 神完成被阻断的循环的救赎性 作为死 作为这个救赎性作为 使世界观带有出埃及的色彩 不要忘记 我刚才说 这个旅程本来是一种叙述 是一种故事 那现在神完成被阻断 被罪恶阻断的循环 带有出埃及的色彩 这个故事带有出埃及的色彩 所以先是一人出埃及 基督出埃及 出埃及是一种预表 基督出来 之后众人借着他的出埃及 新以色列或者人类 所以出埃及是离开什么呢 离开法老 离开埃及 离开这个罪恶 离开这个包郡的统治 离开这个罪恶 离开这个撒旦和死亡的领域 回到神那里去 所以出埃及是一种回家的过程 那耶稣基督是信以色列 耶稣基督完成了最正史的出埃及 带领人跪回天父 所以旧人亚当出埃及 离开埃及 流亡 所以流亡就是与上帝 没有跟上帝同在 这个流亡 信人幕后的亚当 出埃及回埃及 回到上帝的同在中 所以伊甸在这里是回到上帝的同在中 出埃及或者预约结 和受难既结续已经中断的循环 也是一种循环 出埃及或是预约结 那预约结就是等于我们的故事 死而复活 这个是一种循环 为什么 因为我们包 尤其是基督 是新的创造 我们要等到新创造的实现 以后一切都要回到天父那里去 哥林多前书第15章28节 连子把这个国度就给他的父 是一种循环 所以出埃及本身 或者预约结本身是一种循环 预约结 所以出埃及的预约结 是死而复活的预表 过红海 收起 背定以示之家 往西乃山 回到天父那里去 所以以色列先离开过红海 过红海就是 海是代表苦难 水在圣经是代表混乱 往西乃山 上山 登山 以天父同在 以上帝同在 那伊甸园其实是山上的地方 从一系结束 我们可以知道伊甸园是山上的地方 所以呢 这样子呢 基督教救赎性世界观 也可以被称为 一月界世界观 Pascal Workfield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种循环 从上帝那里 然后回到上帝那里去 那这个为什么 以后会越来越清楚 那远叙述 在这里 埃及就等于远叙述 事关整个圣经和基督的信息的故事 所以我 我就是总结一下 如果世界观是一种循环 从上帝那里 回到上帝那里 那这个循环也是一种故事 那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故事是出埃及的故事 或者逾越节的故事 逾越节的故事和出埃及的故事 就是以基督的死而复活 为他最清楚的实现 那一月节的核心意义是什么 在这里要注意 一月节的核心意义是经过限迹 收纳 收洗收纳 回到上帝那里去的旅程 这个必须经过限迹 必须经过限迹 那限迹 基屋的西伯来文词 靠近 所以先祭者归于神之路 或者联合之道 先祭就是联合之道 很有意思 这个阿奎纳不明白西伯来文 但是可以已经明白了这一点 他说先祭所代表的 就是先祭者回到上帝那里去 的这个运动 靠近上帝 转向上帝的运动 所以先祭的格式是什么 如果我们看先祭 尤其是反祭 反祭或者火祭 反祭这个本来是先祭的顶点 你可以怎么说 先祭反祭就是什么 被分别伪生 被分别伪生 被转化 通过火被转化 通过火被转化以后 这个基屋就上升了 这个基屋就上升了 所以呢 爱是转化性 而神是爱 所以与神联合回到神那里去 必须限死 才能够与上帝联合和效法上帝 但是这个烟呢 这个烟代表什么 粉烧 那这个意外旧约学者是怎么说 粉烧是转化性的 他把所奉献的动物 和动物所代表的奉献者 从地上带入天堂 成为神的所有物 那如果大家看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 这个是马诺亚 有关马诺亚的这个图片 诗诗记十三章二十节 马诺亚 参孙的父母 参孙的父母 那个记者 他先祭的时候 他先祭的时候 从火焰 从祭坛上 往天升起的时候 耶和尔的使者 在祭坛上的火焰中 也升上来 意思是回家 回到上帝那里去 所以这个动物 被火粉烧以后 他好像是死了 但是他的象征意义是什么 他的象征意通过死 他升天复活升天了 他成为上帝的所有 那先祭的逻辑是循环 远至神 跪于神 你所献上的羊羔 你所献上的公牛 你所献上的你身体 就是从上帝那里 而且他还是要跪于上帝 他要给上帝 那现在 上升的烟 根据这个旧约学者 Morales 上升的烟 象征着人 往上帝去的跪会 那一切的献祭制度 就是耶稣基督的 收难的那种 银子 所以呢 世自家就是 变形自己 所以耶稣复活以后 死而变形着可崇敬 或者升到异点 耶稣升天是他代表人类回家 所以为什么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在马太夫印第16章告诉他的门徒 你要舍己背起你的四字架 过了之后 耶稣就登山变形 他就告诉他们 这个舍己以后 背起四字架背定四字架以后 他就变形了 就回天家了 所以这个死而复活 然后复活升天 这个本来是先祭 先祭的逻辑 基督的死而复活 是宇宙循环性里程的所以 也是圣子 借着圣灵回到父 这个运动的反射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有一位那个20世纪的托马斯主义者 我认为 先有三亿神的奥秘 才有一月节的奥秘 基督的人圣哲学什么 领受性 信靠回应性 顺服 信靠顺服 trust and obey for there is no other way 基督的圣子的位格的关系性是什么呢 总远至天父 朝向天父 所以在基督里 人心成为无瑕疵 或心向自己 一夫所书第五章第二节 蒙神月 这么说呢 基斯莱因拉风 就是这位那个20世纪的托马斯主义者 法国的 历史和创造的意义就是通过 也是通过死亡 而超越死亡 被转 回到上帝那里去 那现在你大概明白 四而复 我是有宇宙性的重要性 宇宙性的意义 那这么说 出埃及和受难 是陷阱的故事 靠近神的故事 以色列的你通过红海 通过死亡 靠近那个上帝的故事 那最重要 那最倦记的里程 什么呢 心理的因果 神无所不在 所以靠近神只需要献上己心 所以阿奎纳说 献计有有形的献计 五形的献计 他说最重要的就是五形的献计 所以他肯定了 Bernard of Clairville 这个中世纪的神学家的话 神所喜欢的不是死亡本身 而是死者的意志 如果你死 但是你不甘 很不情愿 那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这个也是没有 没有完救的意义 但是死者的意志 所以心灵犹如现实之经 反之亦然 现实的迷茫 反映出心灵的迷失 所以我们现在的现实 是什么呢 还不完整 还要等我们回家 被荣耀的时候 才能够达到 他的收造的目的 这么说呢 心灵的旅程 要与三一神的 新的运动合拍 心灵的旅程呢 重复那里出来 信靠天父 王父那里去 这个本来是什么呢 三一神的这个 内在的运动 心灵的旅程 要与三一神的 新合拍 那也就是说 分享 我们要分享 第二个位格的 存在方式 来自父 回以父 领受性和回应性 那这么说呢 所谓舍己 对基督徒来说 舍己不只是关系到 我们的纪律生活 不只是关系到 我们要攻克 我们的身体 舍己是信徒的 基督化之路 威格化之路 看是绝对和自主的人格 本来还没有成熟 还没有完善的人格 这么说呢 所谓人生 所谓人生 这个其实是 Ironew教辅 所以 我们今天看很多 这个教辅 包括阿奎纳的 这些论点 Ironew 就是认为 人生就是什么呢 成为上帝的 儿女的学校 The pedagogy of sonship 我们怎么样效法上帝的儿子 效法圣子 过一个什么呢 回应性和领受性 信靠和顺服 完成这个循环 万物等候神的儿女的荣耀 这个就是等于 信人会带领万物 回到父神那里 使受造物 有圣子的样子 什么圣子的样子 从天父出来 回到天父那里去 那分享善意神的理己之爱 Estatic之爱 是分享子对付的 领受性和违影性 所以阿奎纳在 约翰福音诸事认为 当子说 当耶稣说 我什么都不能不做 是依靠天父 阿奎纳说 这个是要反映出 子对付的领受性 那这个领受和回应 是经历死 天天舍己 就是等于天天献祭 时时回到天父那里 是的 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看 很有意思 在圣经里面有两种死 令人与神隔绝的死 和死人与神联合的死 都离不开死 与神隔绝死 死人与神联合也是死 不过这个是死而复活 那 所以新月学者发现 自子若不连在葡萄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约翰福音第15章第4节 这个本来让人想起 约翰福音第12章24节 伊犁卖子 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伊犁 如果死了 就接触许多国史来 照此理解 以基督合一 你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循环 你不开始 不当机物 不会解出国字来 与神隔绝 与神联合 都需要死 但后者的死 与神联合的死是 严斥丰盛的生命 而带来更丰盛的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是效法 三亿神的循环之爱 死是人为了联合 而从根本上 抛弃他的独立性的表现 抛弃他的独立性的表现 所以先祭是把最宝贵的 献给神 这个是我大概比较自由的翻译 阿奎拿的话 先祭把最宝贵的献给神 而对人来说 他的自由是最宝贵 所以我们在这里能够看 很有意思 生命的吊诡什么呢 生命最大的成就就是牺牲 爱的吊诡 爱永远长存 但是离不开死亡 这个是因为 丰盛的生命是充满爱的生命 而爱就是生命的内涵 那现在呢 苦难不能够破坏 这个世界观的完整性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爱 化苦难为先祭的机遇 苦难现在变成了那种 让我们与神联合的死的机遇 死或者离己的意志层面 承认自己的相对性 来自父回于父 放下自己的独立性 意志层面 感情层面 被神的魅力所占据 以神的心为心 而放弃自己的迷恋 离开自己 怎么样离开自己 被神的魅力所占据 以神的心为心 所以苦难是放弃自己的迷恋的机会 放下自己的独立性的机会 离己 或者Extasy的认知层面 被超越知识的知识所充满 这个是宠阿归拿来说 被超越知识的知识的充满 而放弃自己有限的理解 这样子 一般来说 世上各样不顺 使我们肯定自己的独立性 更爱自己 更相信自己的理性 更爱自己 肯定自己的独立性 更爱自己 更相信自己 现在对信徒苦难是先机的两极 所以在苦难的时候 我们放弃了自己所珍惜的自由 自己的这种自爱和所谓智慧 就是靠自己行事 先机 残处拦阻 威慧化过程的各样因素 挑战世界观的二元论 就刚才我一开始说的 这个所谓生死祸福 被以下的二元论所利用和淡化 现在这个二元论 什么呢 什么二元论 零售性和回应性 在人生这个领域内 就是等于人 对父的心靠和顺服 顺境使人以顺服感恩 回应上帝的祝福 逆境让人以心靠预备自己 领受神的祝福 回应和领受 但是我们要知道 领受和回应 顺服和信靠都是重叠的 在领受的时候有回应 在顺服的时候也有信靠 在信靠的时候也有顺服 所以不管是顺境和逆境 这个二元论就成为了 心靠和顺服 这种新的二元论 我们可以这么说的忌讳 好经历是一种张草 令人从神那里出去荣耀神 为神做见证 快遭于是一种退草 让人回到神那里去的一种安息 是这种二元论 当然张草和退草的界限 本来是模糊而重叠的 在张草也有退草 在推草也有张草 所以如此爱的循环性旅程 消化苦难 使苦难加强人与神的联合 带人回到神那里去 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的益处 意味着什么呢 这种循环的历程消化苦难 使我们回到上帝那里去 促进这个回去的历程 那外在的二元论被消化了 成为内心的二元论 所以这种外在的很远论 胜死祸福 现在成为了内心的二元论 流出回流 心靠顺服 让我们能够享受到 三亿神自己的内战生命 的那种节奏 我们可以这么说 那结论是什么呢 成功的世界观的特质 是整合的力量 消化的力量 这个世界观是不是能够整合 各样的矛盾 各样这个人生的各样的矛盾 那基督教三亿神论 是信徒用于整合 并解释人生历史和宇宙万物 同一的思想基础 三亿神论 那这个是我们从阿窥可以学习 那三亿神的整合 很有意思是什么呢 不否定令人费解的二元 生死祸福 既肯定人的宠高 也不否定人的卑贱 借此传扬爱的胜利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一切都是基督教世界观的 优越行 有一些世界观 只肯定人的宠高 不接受人的卑贱 有一些世界观 只肯定人的卑贱 不肯定人的宠高 但是我们相信爱强于死亡 因为爱是来自三亿神的 这个内在神 所以我们看 一开始呢 这个循环是从父到父那里 是三亿神 然后就这个三亿神的这种循环呢 被外在反射 被外在投射 被表现为万物的循环 冲造 从天父那里创造 回到天父的信天境地 那这种循环呢 也是承前在哪里呢 基督的循环 承肉身来自父 死而复活 回到父 我会生到父那里去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循环 重生 我们都来自天父 荣耀 我们就会变成像他的儿子一样 而效法他 所以这一切呢 这种循环的一切都源于父 回于父 这一切 所以我现在就是用通俗 而且比较有实践的 比较有实际作用的东西来讲解 那个阿辉呢 这方面的这个思想 希望这个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 我们非常的感谢 带勇夫博士 如此精彩的 深入浅出的 讲解 讲座 下面呢 我们还会有 李锦伦 教授 他的评议 另外呢 还有带勇夫博士的 对问题的回答时间 但是 在 评议和这个 问题 互动之前呢 我们先请 带勇夫博士所就职的 新加坡神学院的 华文部 梁以利亚主任 对 他们的学院 和招生 有一个介绍 好的 谢谢 弟兄姐妹们 平安 非常感恩 有这个的 宝贵的机会 跟大家来介绍 新加坡神学院 我这边主要是介绍 我们的 华文神学系 我们有提供了 三年的 九十一个 学分的 道学硕士课程 那么在 新加坡神学院 学习的特色呢 我们是属于 这个多元化的 群体生活 跟学习 所以是 很好的一个处境 来操练服饰 跟操练 牧者心肠 那我们的教学模式呢 更是用混成诗的 教学模式 所以结合了 同步跟非同步的教学 更是也融合了 在场的 这个的 课室的教学 以及在线的 网络的教学 那当然 我想大家也是 关注的 就是经费的问题 我们也有提供 奖学金 主要的是 学费上的资助 总而言之呢 我们新神的 整个的意向 就是要训练神的仆人 能够谦卑领导 整合思考 以及忠心的宣教 这是三年的 到说的 这个的课程 那我们当然也有提供 两年的 六十学分的 文学硕士的课程 那么对于那些 想要追求 受装备的新徒 我们也有提供 一年三十学分的 基督教研究 学士后文准 然后呢 也有基督教研究文准 以及全人成长 进修的文准 会主要在职场 家庭跟人生规划上 鼓励弟兄姐妹 能够终身学习 那么介绍了 华文神学系呢 我也非常荣幸的 跟大家介绍 新加坡神学院的 晋升研究所 我们将在明年的 就会推出新的课程 就是哲学博士的课程 我们的宗旨呢 在于装备目者 跟神学教育者 能够有晋升的诗辩 跟晋升的研究能力 从而能够贡献 新的知识 以卓越的学术 跟切合时代的研究 来服侍众教会 当然了 为什么要选择 新加坡神学院的 晋升研究所呢 我们有以下的特色 我们是用 混合弹性的学习 能够更灵活的学习 更有效的互动 以及呢 我们也有 庞大的电子的 神学图书馆 所以方便研究者 随时随地 进行研究 然后呢 我们也有 这个的衔接的计划 能够更好的 为学术的要求 做好准备 以及呢 有这个群体的 辅助的学习 让研究者能够深度的去阅读原文跟原点 最后能够有机会的学习良好的教学法跟教务行政管理的方式 那么以上和这些的资料 好玩神学系的 或者晋升研究所的资料呢 它的连接呢 都已经放在聊天室里面 欢迎大家 能够进一步的去参考 那么再次的谢谢 谢谢大会 让我有这个机会来 介绍新加坡神学院 也真的非常 谢谢大老师 所给予的这个精彩的 探讨 希望大家今天的讲座 能够有丰富的学习 谢谢 平安 好 谢谢梁主任的介绍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把 下面就是由 李锦伦牧师博士 他来对戴博士的讲座 做出回应 评议 我们先介绍一下李锦伦博士 他是加拿大华人神学院温哥华神学教授 是BC大学应用科学的硕士 维珍学院神学硕士 沃泰华大学神学系哲学博士 他同时是国际教父学学会的会员 多年致力于中国神学及文化建设 李锦伦牧师呢 著有汉语神学及护教系列著作 和教父神学专著等多部著作 好 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李锦伦牧师 好 谢谢大家 也很高兴可以跟戴文夫博士 刚才讲很精彩演讲 就是做一个回应 那其实刚才的内容有三个的重要的课题都牵涉在内 一个是哲学性的 一个是神学性的 还有一个是灵修性的 那是有非常的 那我是选择 那我是选择又也是从这个上一角度来去回应 那首先是从一个世界观这个角度来去回应 那永福提到就是直线跟循环这两个的方面来去看这个世界观 那我们或者可以将来去看基督信仰的这个这两个方面 这个直线跟循环 这个直线方面基本上我可以说它是处理历史的一个发展的问题 也就是从开始到结束 那我们可以从一条直线来去看 要开始就创造开始结束 就是这个新天新地的来临 就是这个历史结束 但是呢 在历史以外还有另一个层次 就是这个超历史 我称之为这个是metahistory 它就是一个形上史的一个层次 那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循环的议题了 就刚才永福老师所提到的就是 从上帝出来又回归上帝 那这个呢 不光是在三位议题之内 这个是eminent trinity 有这样的一个循环 也不光是在将来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才有 而在现在也是有这个循环在进行当中 但是呢 在一般人就看不到的 但是这个是又是实在的 所以这个是属于超历史 或者说metahistory 这个形上历史的一个层次 就是这个属灵世界跟这个现实世界之间的关联当中 而有的实际 那其实我们会发现在圣经里面 咱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看一下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个既有直线的发展又有循环的情况 最简单就是从伊甸园这个主题来去看 那就是创世纪 一开始就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把人按照伊甸园 而当我们看启示录最后的时候 这个二十一章 让你讲到这个新耶路上的出现 还有这个新城 我称这个是花园新城 在台北有一个的社区 叫花园新城 我猜它是从几十路这里取材的 那这个花园新城既有伊甸园的河流 那可以医治万民 那但是呢当中有城的建设 那这个很特别 那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是integration 就是说从上帝原创造当中又integrate 又结合了文化的内容在里面 城是个建设 是文化的产品 也就是说有人的参与在其中 虽然这个的循环是有丰富性的 它是不是这个周而复始那么简单 它是不断的有新的内容进去的 那这个是 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得到 刚才永福讲的有神经依据 那刚才呢我是从反面来去看这个问题 就是从其他的一个世界观 来去做一个contrast 一个的对比 那跟基督教世界观 非常接近 要是可以做一个的contrast的话 就是共产主义 那共产主义它特别地方就是说 它有整套的世界观 很严密的世界观 另外呢 它也有一个线性的历史发展的观念 就是说从开始到末了 它的末了就是共产社会的出现了 那它的开始呢 它的开始就是唯物 就是从物质开始 然后呢通过演化 然后呢 首先是这个生物的演化 然后到社会演化 然后呢到最后有真人的出现 真正的人类的出现 就是共产社会的出现的时候 才有真人 所以现在还没有真人 就是因为还没有共产社会出现 那这个是直线的 是个历史观 直线历史观 但是它背后的整个价值观 是唯物观 简单来讲 它是没有上帝的一个的价值 那在这个情况底上会发现呢 它最核心 其实是以人为中心的一种价值观 或者说以自我中心 主导的价值观 人成了上帝 所以人主宰一切 当然这里也是可以为其他人服务的 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呢 这里毕竟是以人为中心的一种价值 在这里 问题是这里 就是说以人为中心价值观的时候 我们要分小我跟大我的分别 就是都是我 但是呢 有小我跟大我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人有小我跟大我分别的时候呢 小我跟大我 两者之间谁说了算 谁说了算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大我又是谁来代表 这里我们从所有权来看问题 这名义上是大家拥有一切 是大家的 但是行使权的是少数人 最后呢 谁掌管人类的命运呢 就是少数人掌管 那这里就牵涉到个体的自由问题了 甚至是个体的生存权的问题 只要是少数人管理 所有的人或绝大部分人认受 那那个个人自由是否得到尊重 个人生存的权利是否得到保护 这个是个大问题 好 如果我们又以循环的观念来去想 这个共产主义 那到底他的开始跟结束的根又是什么呢 刚才永福提到这个 在信仰里面那个循环有一个基础的 这个基础是三义上帝 那假如我们从一个唯物观 或说这个唯物主义的 共产主义 唯物的共产主义的 这样的观点来去看循环的话 那他的根又是什么呢 我想我们只能够有一个答案 就是无根 这没有根 因为咱们以唯物 这个物质作为根的时候 其实它不是真正的根 基本上是个 nihilism 一个无根的情况 我说一个无有的情况 作为它的根 人从物质代表的无有而来 到无有结束 就是从开始是物质开始 到结束 其实还是物质结束 那这里牵涉到什么呢 就是人是什么的问题了 假如人只是物质的时候 那人的价值又是什么呢 人是物质的话 人的价值也是物质的 就是说任何可以用 这个交易 就是以物质计价的方式来去交易的时候 这个人就是这种价值 那在这里就牵涉到 谁掌握了资源 谁有话语权 或者说谁有决定权 最后还是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谁掌权 谁说了算 甚至是可以因着有这个权 而导致其他人没有生存的自由 所以这个最后的乌托邦的世界 这个共产世界 到底是什么世界呢 会不会是人吃人的世界 最终 无有或无根 发展最后 是无有或无根的结果 可能是人吃人 好 那今天可能我们 更加时髦的一个议题 就是科技极权的问题了 或者说在背后是 一个超人类主义 transfirmism的议题 那其实呢 不要以为 这个跟共产主义没有关系 其实是很有关系的 只不过是不同的名称而已 而且呢 是加了有科技 做一个工具 所以在超人类主义背后 还是那个演化 这个evolution这个概念 而且这个是到了 这个自导演化 这个自我导演的一种演化 self-directed evolution 那所以呢 刚才讲到就是 以人为中心的一个价值观 其实在超人类主义的核心 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 好 那第二个议题 我想 做一些回应 就是在三议论方面 那刚才 永福老师提到这个 西方教会传统 跟东方教会传统 那当然阿奎拿 他这个是继承了东方 西方教会传统 从奥古典进下来 那到中教改革 其实仍然是继承了 这个传统的 那东方教会呢 他也有一个传统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从 卡巴多士 加巴多士教父 开始到中世纪 到今天 仍然 这个传统 仍然有他的一个 某一些的发展性 总的来讲 就是说 在西方的传统 它是从一开始讨论 就是一个essence 或一个本质 或一个存在 然后呢 再讨论三 东方教会传统 是反过来 就是先讲三 然后再讲到一 是什么样的一 那这两个不同的approaches 不同的进入呢 各有 他的精彩地方 那我们用 这个从用语来讲 就是 在西方教会传统 是讲到 one essence 或一 本质 或一体 在东方教会呢 是讨论 community of nature community of nature 的问题 我说 being 是什么 being 是community 的实际 就是和一 所以在东方教会 是讲到和一 这个一 是讲的和一 那讲到三位的时候呢 在这个西方教会传统 是讲到 subsistent relations 就是三个 有实质性 或内涵性的关系 然后东方教会 讲到persons 位格 当然其实 这个位格这个词呢 其实在西方教会 也要使用 但是呢在东方教会 是比较清晰 一开始的时候 是比较清晰的 那 我们讲的是用 东方教会的语言 来讲 这个persons 其实是包含了 ecstasis 跟hypostasis 那阿奎 也有讲 这个hypostasis 那 他也很懂 这个hypostasis 其实它的原意呢 是有两个不同层次的 一个是其实是refer to 那个essence的议题 另外一个层次是讲到 persons的那个内涵的议题 那 所以呢在这里 其实 不论是东方教会 或西方教会 其实讲的三维体的时候呢 它是算是从不同的角度 切入 但是讲内容是有 一致性的 那 刚才永复也提到 这个阿奎拿 不太同意东方教会 对于这个 流魁 就是和子 这样的看法 我认为是这个解决的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是 重新解读 或重新re-present 这个和子 是什么意思 那 其实最早是 那个Tertullian Tertullian是提出 这样的观点 就是这个应该是通过子 那当然在Tertullian的时候 还没有那个 Nicene Creed出来 但是它的概念 也出来就是 这个在后来讲到和子 其实是可以用通过子 或借着子来讲的话 就比较清楚 而在东方教会当中 他们也可以赞成 这样的一种的理解的 所以呢 在教会历史当中 曾经有过 应该四次 我忘记上这四次 就是东方教会 跟西方教会 坐在一块 重新讨论和子 这个议题 弗洛伟这个议题 本来开会的时候 大家谈得很开心 但是呢 回家之后 各说各话 很多时候就是 开会的时候 这个比较容易 容易达成共识 但是回家之后呢 就是 各自有这些主人 的时候就很难 就是维持这个共识 这个很可惜的事 好 那 他在这里是牵涉到 这个永恒观的不同的看法 当然这个不一定是真的不同 但是起码从看事情角度 可能是不同 就是静态跟动态的议题了 其实 实际上来讲 是两个的看法呢 应该是有一个共同的内容的 只不过是看事情的角度不同而已 这个我在这里就不多讨论了 好 刚才永福老师提到那个 Extasis 这个很重要的议题 这个其实是个 relatability的问题 就是可交往性 或说可相交性的一种开放性 那在阿奎拿的这个系统里面 他提出这个观点呢 尤其是跟创造有关 就是说这个Extasis呢 在三一内 有这样的一个实际 但是呢 这个也延伸到这个被造界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说 这个被造界 它在一个程度来讲 它是三位一体的一个reflection 一个的反造 那阿奎先提到这个 在被造界当中 如何反映三位一体的时候呢 他比较用了一个很小心的语词 这个vessage 就是说中文可以翻译成印痕 印痕 就是印章的印 痕迹的痕 因为他认为呢 就是在这个被造界当中 没有办法完全的 来去尝现三一的实际 但是呢 又有一些东西 我们假设是心水清的话 就是以一个信心的眼光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呢 就是在人 做一个代表的时候 就是人的memoria 就是人的那个最深层的 我们今天用这个潜意识来 去讲 就是阿奎先讲的memoria 其实不光是一般的记忆 而是人的心灵深处 简单讲 那个的内容 然后呢 讲到理性 还有这个意志 这个在人可以看到的 但是呢 其实这个在某一个意义来讲 是这样反映三位一体 在阿奎拿的神学大权里面 其实也是沿用这样的脉络 来去发展的 那 好 所以呢就是说 这个 Extasis 这个是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它是讲的开放性 就是 圣父 圣子 当中有Extasis 而在当中也牵涉到 圣灵最爱 在这个永恒生出的过程当中 有圣灵在其中 而这个也是有Extasis 这个的实际 那这里阿奎拿呢 是突破了阿里斯特特 突破了亚里索德的这个哲学的 因为在亚里索德 讲到这个 第一音 第一音 的时候呢 他其实没有办法 再讨论第一音的内容是什么回事 起码我的这个 出浅的认识 但是呢 阿奎拿是突破了它 就是可以讨论 第一音 的内容是什么 那这个内容很重要 因为这个是牵涉到生命 生命 在 阿里斯特特特里面 这个第一音 顶多只是一个 我不能说只是概念 但是起码就说 他很难讨论生命的 一个 reality 是如何为实在 的问题 在 阿奎拿就可以了 因为这里是牵涉到 这个 这个 父 生子的时候是牵涉到 ecstasis 还有就是通过 爱 而有的 所以这里是 最基础的一个问题 是生命的问题 而这个也在 背教节当中呈现出来 就是生命 其实是整个 背教节的主题 你看这个 创世纪的第一章 的创世叙事 这个你看出来 生命是那个创造的主题 好 这个第三点 讲到苦难的问题 苦难的意义 那在这里呢 永福提到 那个interruption 就是阻隔 就是说 苦难不是上帝设计 但是呢 在这个创造之后 却发生了一些事情 使得原本的这个创造 being interrupted 就是被 被 伤害了 可以 伤害可能是更好的一个 的用词 那所以呢 最后呢 上帝需要有一个挽回的方法 就是通过牺牲自己 来去挽回 这样的全盘的一个大局 就通过牺牲自己 那当然我们晓得是牺牲了圣子 来挽回 那保罗跟约翰都用了挽回系 proposition 这样的一个term 来去描述 这件事情 那 在这里是 圣子这个受苦的意义 是什么 是个救赎的意义 关起来是比较 一般人对于这个苦难 是怎么看的时候会 一般会想到就是 比较积极来讲 就是会是对人的锻炼 就是让一个人 他经过苦难之后呢 是更加成熟 或者说他的生命更加的丰富了 在基督徒当中 也是有这个意义的 当然这个是不光是 一般性的生命成熟 而是整个属于生命成熟 所以有锻炼的意义 在基督徒也有一个的 价值就是 有救赎意 救赎是个 derived sense的救赎 他不是耶稣 那个城市救赎 但是他 这个救赎呢 就是说当别人 经历痛苦的时候 假设我也经过 差不多的痛苦的时候 我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 或者成为他的陪伴 那这个有 在某一个意义来讲 是有救赎的议题在里面的 但是呢 我认为还有更加深层的 一个意思 就是个identity的问题 就是说 与基督的认同的问题 那这个 其实在永富 刚才presentation里面 有讲到这个 这个认同呢 其实 不光是ecstasis而已 这个是 其实hypostasis 就是说 这个不是同情而已 同情是可以 远距离 或者说 起码是有距离的 你看到别人的受苦 是你好像 不舍得他这样受苦 所以你要同情他 sympathy 这个顺 就是在一块 你的感受 跟他感受一块 但是呢 其实 在圣经里面 讲到 耶稣基督 那个受苦呢 他是跟我们 是完全 identify 认同的 所以这个sympathy 一般的意思 没有办法讲得清楚了 那 在两段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illustrate 这个 这一点 第二是在 使徒行传九章四节 当 扫罗在 大马 是路上 就是看到 大官的时候 然后 他问 主 你是谁 然后呢 当然 耶稣跟他说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 逼迫我 注意 耶稣说 你为什么 逼迫我 当然 所逼迫的 少罗所逼迫的是 基督徒 逼迫是教会 但是 耶稣却讲 为什么逼迫我 所以这个 教会 跟 耶稣基督 其实是 合为一 的identity 甚至可以这样说 这个是 中文 有一个 term 就是 感同身受 那就是 就好像 他自己在里面 另外一段 新闻在 马大福音 25章 31到46节 他们讲到 这个 你坐在 其中一个 小子身上 就是坐在 我身上 这个也是一个 identity 这个 hypostasis 的议题 那 我们从 反过来讲 就是说 在基督徒 或跟随基督的人 也进入 这个identity 里面 有三节 经文 我们可以 看到 第一个是 约翰福音 21章 18节 最后 当 耶稣向 别的 显现的时候 问了 他三个问题 你爱我吗 等等 跟着呢 最后一句 很重要 他说 你年轻的时候 你自己 随意 要去 你去的地方 但是到 年老的时候 人家会 把你绑住 然后带你 去你 不愿意去的地方 当然 约翰下了 一个角柱 就是说 是讲到 他们死 来荣耀 基督 第二个 是在 哥罗西书 一章24节 保罗 讲了一句话 是比较难懂 他说 我现在受苦 是什么 在我肉身上 补满 基督 患难的 缺陷 这个很难懂 保罗 怎么样 补满 基督 这个 患难的 缺陷 其实 唯一 可以 解得通的 就是说 他在正式 讲到 他与基督 是同 为一体 基督 所受的是什么 他 现在有受 受的 不是为他个人而已 而是为了 基督的身体的缘故 所以在这里 这个identity 是不光是个人的 而是这个整体 那就是 教会 作为基督 身体 整体 第三 就是 约翰 在喜事录12章 11节 讲到 当 这个末后的时候 这个 龙 要 迫害 跟随 上帝 跟随基督人 那他说 弟兄 胜过他 是因着 羔羊的血 和自己 所见证的道 这个是 这个表达方式 这个羔羊的血 跟自己 所见证的道 是二合一的 表达方式 表达了什么 就是说 这个羔羊 羔羊所流的血 是代表的 牺牲跟死亡 其实跟随他的人 也会经历 而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去见证 这个道 所以在这里是 牵涉到 这个苦难 甚至死亡的问题 那所以 这个是不是一种 献祭呢 当然在新约里面 我们平常会想到 罗马苏十二章第一节 和保罗讲到 就是生活 就是用 活祭 这个是在一般的情况 但是我相信 它也会包含了 苦难的部分 从保罗本人的经历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另外更明显是在 启示的六章 九到十一节 那里讲到 在祭坛底下 有为上的道 并且为做见证 被杀的人的灵魂 大声喊着说 圣洁真实的主 你不审判 住在世上的人 给我们生流血的冤 要到几时呢 在祭坛底下 就是献祭的地方 好 我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李老师的回应 那下面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 丽丽娅和戴博士 下面是问题的互动时间 谢谢 非常感谢李老师 我非常荣幸 李老师今天 做评议人 李老师是交付的 这个专家 李老师的那些评议 我就没有 没有个人的 那个回应了 我觉得 非常好 有关 那个 这个什么呢 三一论 东方和西方的三一论 确实有一点不一样 阿奎把魏格 理解为一种关系 是为了要维护 那个善意的 上帝的那个独义性 那在这方面呢 东方神学家都都都都非常反对 那他们认为阿奎那 当然他们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那有道理的意思就是 阿奎那是沿用阿布斯丁的那个心理 类比 所谓的这个psychological analogy 心理类比 那现在 那如果我们看那个20世纪有很多像摩斯曼 像这些 这些 这个 他们也认为 三一论的那种复合子的这个关系 影响了直接影响直接体现在那个基督的受难 基督的受难和复活 包括教会的这个这个受苦 那这一点呢 跟阿奎那有共同点也有差别 那阿奎那认为那个万物在那个包括道成肉身这一切都是反应那个三个一体 但是呢 那阿奎那还是相信那个上帝自己是不会受苦的 上帝自己是不会受苦的 那耶稣的人性还是会受苦 不过呢 不过 那这一切呢 就是反应出 三一论的那种关系 所以阿奎那常常用的那个概念是analogy analogy 类比概念 所以所以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有类比的这个关系 但是那个那个刚才 李老师说的那个fastigia 那个fastigia trinitatis 那个那个那个三意的那个痕迹 那个脚印 这个这个包括那个 人是是三意的那个imago 三意的形象 这个也是非常好 还有最后呢 李老师说的非常好 那个那个阿利斯多德呢 第一音呢 跟阿奎那在这里呢 就是超越了甚至是 转化了阿利斯多德有关第一音的概念 阿利斯多德认为 所谓上帝呢 只是一种只是一种享受自己的 就是思考自己的 那就是就是完全思考自己的东西 但是阿贵呢 相信上帝是有ecstasis 是相外的 相外的 所以上帝本身是一种相爱 而且这个相爱本也是向上帝以外开放 好 谢谢李老师 那我就把时间给 利利亚 谢谢戴博士 精彩的 讲座 我们开始 现在 第一个问题 请戴博士来解答 为什么受造物的美善来自上帝 而天性的恶呢 又来自哪里 那在阿奎那的思想里面呢 阿奎那有一个概念 有一个概念就是叫做那个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怎么来 那个翻译成中文就是分有 分有participatio 用拉丁语那个participation 所以意思是这样子 每一个存在 上帝以外的存在 上帝以外的存在 都分有上帝的美善 都展现出上帝自己的 一切好的东西 不管在哪里都是来自上帝 所以上帝是源头 那阿奎那在这里像奥布斯丁 认为所谓恶 或者邪恶 邪恶是一种缺陷 或者是一种缺失 所以上帝不能够成为恶的源头 因为恶本来呢 恶本体上 就是缺乏本体上的存在 那这个意思就是 就是说不是说恶就是不实在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恶是一种状态 恶就是那个缺乏美善 或者美的那种 美善的那种缺失的状态 比方说生病 生病就是一种没有健康的状态 那是这个意思 所以恶的这个所谓存在 就是寄生于善 寄生于善 parasitic 寄生于善 那恶本身是没有自己的 没有自己独立的存在 它是一种缺陷 privation 好 谢谢 好 谢谢 第二个问题 关于三位一体的诠释 请戴老师推荐比较好读的书籍 嗯 哦 是 那现在呢 呃 现在那个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现在如果我们看福音派 那福音派就是新教的那个神学家 最近十年二十年开始兴起了很多 那个所谓的那个 阿奎那三一论的复兴 所以我我可以提出那个三个作家 三个作家给大家 我在那个聊天室写一下 一个就是fred sanders fred sanders 那fred sanders写了一本书 the triune god 这个是比较好懂 the triune god fred sanders的那个 the triune god 还有如果我没有忘记了 这个人就叫my two barrett 好像是这样子 那他们这些人都是从阿奎那的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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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解释 还有一个叫adonisvidu adonisvidu是是是是这个这个什么呢 define mission adonisvidu是gordon gongwehr神学院的教授 那这这这这三本我觉得大家可以可以可以买 当然也有一些那个很多那个比较有影响力的 那个那个三一论的著作 不过有点忙 比方说像沃曼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那个拉娜 但是他们我觉得他们跟那个经典的三一论还是有点不一样 那如果是要要回到那个经典的 就是看看这一些这些著作 包括这个有这个东正教影响的 这个东方交付影响的也有 他们也讨论 好谢谢 对有弟兄姐妹们问有没有中文版的您可以推荐一下 这个我有一点困难 这是很清楚 但是我可以 这个中文版的那个三一论过去有张学富老师写的 浙江大学张学富老师 那个那个他是他是那个那个什么呢 这个浙江大学他写那个加巴多加教夫 但是如果大家对阿奎 阿奎那和阿奎那的著作的这个中文比较有兴趣的话 我知道在中国 在国内好像有几位那个学者 一个叫车轨 然后还有另一位叫蒲荣健老师 大家可以参考他们的著作 他们都是都是研究阿奎拿的 谢谢 好谢谢 大老师 下面一个问题是 父与子发出圣灵 那么怎么解释 起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三位一体的那个生和发出 所以三位一体有所谓的双重运动 双重运动就是父圣子和父和子发出圣灵 这个不是时间的时间上的概念 所以你不能够说 比方说父先生子然后父神子然后就发出圣灵 所以这个不关系没有关系到时间的顺序 而是从永恒 你可以说这个时间上是同时的 你可以怎么说 永恒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先有父 然后有子 最后有圣灵 因为他们同时的 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 有生和发出的关系 好 好 谢谢 谢谢戴老师 下面一个问题是 请问戴老师怎样从刚才所讲的阿奎纳的三一神论 具体化 推导出某种可以操作的个人领袖生活 非常好 这方面其实是阿奎纳是有的 阿奎纳认为是这样子 领袖生活呢 是离不开 阿奎纳认为上帝创造一切 上帝的创造 从上帝出来的是离不开子和灵 所以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然后神说 所以有神的话和神的灵 天父的工作 天父的这个工作都是离不开神的话和神的灵 所以万物回到上帝那里去 也是离不开神的话和神的灵 离不开圣子和圣灵 那这样子 那这样子阿奎纳认为 我们基督徒呢 必须拥有一种智慧 有一种智慧 什么意思呢 智慧什么意思就是 就是圣父差遣他的子和他的灵 到我们的心上 心理上 那这个被称为那个什么呢 三一神的那个 那个神信差遣的define mission 所以 我们怎么样回到天父那里去呢 通过他的花和通过他的灵 通过他的花和通过他的灵 那通过他的花和通过他的灵的意思 就是通过那个什么呢 那阿奎纳说通过他的花和他的灵 在人的心灵的那种工作呢 给我们产生智慧 所谓智慧是有味道的神的火 所以有味道的知识 这个上帝的话就变成有味道 变成发出爱 所以这样子就好像只发出圣灵 神的话也是有圣灵的工作 所以关键在于什么呢 在于你的读经 所以在通过阿奎纳的这种解释 阿奎纳因为是属于那个神道会 所以他是很注重那个讲道和学习 那如果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实践的推理的话 那这种灵修呢 回到上帝那里的灵修什么呢 结合读经和祷告 让我们用祷告的心呢 接受上帝的话 让我们用爱心领受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跟上帝 跟那个那个那个祷告呢分不开 这个大体上是这样子的 好谢谢 谢谢戴博士 下面一个问题是 老师好像说 神让我们从他那里出来的时候 给予了我们回到神那里的能力 请问这个能力是什么 为何有的被教悟 或者说他就有一个括号 就指不信的人 不能回到神那里去 难道神给予的能力有限 问好失效了吗 问好对 很好 所以如果我们是从阿归拿的这个角度看 这个这个回答这个问题有几个答案 第一方面呢就是这样子 第一就是神创造我们 给我们具备这个这个给我们提供这个能力呢 这个等于说第一呢 上帝给我们本性 所以每个人有他的本性 每个收招物都有他的本性 收招物成全他的本性 成全你的人心 如果狗有狗性 猫有猫性 比方说通过成全这个本性 成全上帝的创造计划 这个大体上可以说就回到上帝那里 是这样子 那这个能力在这里呢 是上帝让我们呢 成为第二因 第二因 成为我们就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能力 我们的那个应做的能力呢 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能力 应做的能力就回到上帝那里去 我们的那个那个理性啊 各方面身体的能力 但是第二呢 这个能力也是指圣灵 所以万物都有圣灵的同在 那尤其是信主的人 有圣灵的这个特殊的同在 使我们可以真正的回到上帝那里去 那这样子第三 不信主的人 不信主的人 那还有那个那个 那个很多这个收招物 甚至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是遭到那个罪恶的破坏 不信主的人也是这样子 遭到这个罪恶的破坏 使我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在一定程度 能够实现我们的本性 没有人犯罪到逝去人性 不会的 所以我们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荣耀到上帝 但是不会真正回到上帝那里去 这个不等于说 这个这个上帝没有跟他们同在 那阿奎那说上帝跟所有的人同在 包括跟罪人同在 但是呢 没有圣灵特殊的恩赐 这个不是上帝的错误 因为人本身呢 不要上帝 好 到底上这样子 好 谢谢 谢谢戴博士 下面一个问题 戴老师 您也赞同阿奎那的世界观吗 是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阿奎那的世界观 还是反映出西方拉丁教会的世界观 那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我本身是来自 我的重派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改革中 比较温和的归重中 那改革中从一开始 从加尔文到加尔文的同时代的那些升学家 对阿奎呢还是比较积极的 很积极 到到甚至到十九世纪到十九世纪到八文克开博尔 都是很肯定 到了那个二十世纪出现这些像 范泰尔像这个多尤维尔这些人 那才是对阿奎那呢 那个有很孝极的 这个这个这个看法 但是最近呢 很多那个那个所谓的这个改革中呢 长老会 这个这个升学家呢 就开始认同 开始认同 所以他还是觉得那个阿奎那是大公教会的遗产 阿奎那的思想 而且阿奎那的思想是宗教改革之前 是教会分裂之前的影响 这个思想 所以他的世界观呢 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呢 还是反映出 还是继承那个教父 继承教父 尤其是奥古斯丁 这个这个这个世界观 好谢谢 好谢谢戴博士 下面一个问题 请老师讲一讲 循环性的世界观 和佛教的轮回的世界观的区别 这个还是有区别 因为当然我不是研究佛教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什么呢 这个循环呢 在那当然有很多世界观好像是一种循环的 包括包括这个这个中国的世界观呢 中国那个比方说儒家的世界观呢 刀家的世界观还是有一种循环的 还是有一种循环的 这个这个 但是但是这种循环呢 在基督教的世界观这种循环就好像刚才李老师说 这个是这个是超越历史的 这个这个就是关系到这个一切 从上帝那里到上帝回到上帝 是这样子 那佛教在一定程度上你可以说佛教是一种无神论 所以佛教不相信有造物主 那佛教不相信有一个有位格的上帝 是这样子 所以呢 他的那种所谓的循环或者轮回的就跟基督教当然不一样 那基督教就是我们这一切是来自上帝 是来自上帝的爱 而且我们就回到上帝那里去 我们就不需要轮回 我们就回到上帝那里去 但是佛教里面有一种好像是非位格性的那种 非格性的那种 那种 那个规律 或者你可以说是因果包运的那种那种规律 这个支配一切 那个还是不太一样 谢谢 好 谢谢戴博士 下面一个问题是 出埃及后 但又死在旷野的以色列人 按希伯来书是不享受安息 包括大祭司亚伦米利安 是否灵魂得救 我觉得这个灵魂得救的问题 这个还是靠上帝那里 这个看上帝 我觉得这个他们在在世上那个受死 不一定他们代表他们不得救 不一定代表他们不得救 但是这个还是要 这个这个当然这个终极的答案以后 等我们回天家的时候才知道 谢谢 好 谢谢 下面一个问题是希望带博士您再解释一下关于圣灵是父和子的相爱 所以圣灵是一种连接 圣灵是一种连接 所以那个就是这个启示是谁一开始提出来的 这个其实有一些教父就开始知道了 然后呢 自从奥古斯丁 那奥古斯丁认为你看这个 这个父这个名称是是是是特殊的 子是特殊的 父子是特殊的名称 圣灵 为什么第三个为一个被称为圣灵 为什么不称为都被称为母呢 没有被称为妹比方说 为什么为圣灵 因为生是代表父和子都是圣洁的 灵代表父和子的本性就是灵的本质 所以圣灵就是代表父和子的共同点 共同处 所以他们就是fingulum trinidadis 父和子的连接 父和子的连接者 那这样子 圣灵就是父和子的这个相爱 所以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 圣灵的工作总是充满和连接的工作 肉体的工作是带来分裂 但是圣灵的果子 忍耐爱心喜乐 慈杀这个仁慈这方面呢 都是合一的带来合一的 那圣灵五星节降临的时候 许多人就合一了在基督里合一 在基督里现在没有西里尼人 犹太人没有男的女的自由的奴隶的 圣灵就是这样子合一的力量 但是他又是一个为个 所以这种相爱呢 这个爱不是抽象的 这个爱呢是因为太完全了 因为完全了 所以他为个化 大家提上是这样 好 好 谢谢戴博士 下面一个问题是 积极彰显上帝之爱的生活 与安息于上帝之中的生活 与儒家的入世 与出世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吗 这个非常有意思 有一些共同点 有一些共同点 这个基督教跟儒家 但是还有很大的不一样 基督教跟儒家 那个有一些共同 儒家呢是反对 尤其是信儒家 他是反对佛家跟道家 对虚空的强调 所以 所以儒家是 反对这一切 所以儒家觉得 儒家是很肯定存在的 价值 儒家是很肯定生命 生生不息 所以儒家是 也出世入世 就是有那个 一切都要 都要积极参与 智慧 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参与呢 也没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都是生生不息的 一切都是循环万富的 所以 这个可能是属于 那个什么呢 因 那我们要等到 阳的到来 所以阴阳的 那个不断的循环 所以有一定的共同点 不过呢 还是不太一样 因为呢 因为对我们来说 因为儒家 儒家尤其是信儒家 不是原来的儒家 尤其是信儒家 基本上 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 也是一种 差不多可以说是一种 无神论 无神论的 那个信仰 所以他们不强调 他们不认为有上帝 有位格的那种上帝 所以我们的这个安息 就是我们是强调 位格之间的关系 所以你不管是自己 出世 不管你是安息 你都是跟上帝同在 你都是跟上帝 有相爱的关系 好 谢谢 谢谢戴博士 下面一个问题是 圣父在永恒里生子 并发出圣灵 如果不考虑时间参考系 子和圣灵在永恒中 是否存在受生和被发出先后顺序 这个先这个先后的顺序是逻辑上的 逻辑上不是实践上的 为什么是有逻辑上 因为阿亏那是这么说 你不能够爱你不知道的东西 所以先有知识才是有爱 那圣灵是代表爱 所以圣灵的发出逻辑上是在于那个什么呢 子的这个受伤 因为子就是智慧 子就是天父的自我认识的表现 自我认识的结果 这样子才是有圣灵的那个发出 但是这个是如果从实践上再说 我再说一下 这个是同此的 但是不是逻辑上的这个关系 对不起是逻辑上的关系 不是实践上的这个天父 好谢谢戴博士 下面一个问题 人在受苦的时候上帝有感觉吗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解释的 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 现在我只是告诉大家 那个有两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 大概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上帝不会受苦 这个是属于是经典游神论 所以所谓经典游神论 就是从交付时代 中世纪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 甚至宗教改革之后 大部分的神学家都认为 上帝不会受苦 上帝不会难过 上帝不会难过 因为上帝没有 上帝是永远的喜乐 喜乐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受苦的话 这个是讲基督的人性 基督的人性是会受苦 第二点 第二个看法 主要大体上主要是从二十世纪开始出现 从二十世纪开始出现 比方说从这些像 像摩特曼 这些像摩特曼 还有像这些当代的这些神学家 他们就强调受苦的上帝 摩特曼有一本书就是 背钉在十字架的上帝 他认为上帝是直接跟人一起受苦 上帝就能够体会我们的苦难 是这样子这是第二个观点 第三个观点 第三个观点比较有意思 这个是有一个天主教神学家 那个发出来的 他们认为上帝的受苦是通过圣子 因为基督神性跟人性 是统一与圣子这个位格 所以圣子通过基督的 他能够感受到基督的苦难 那所以如果圣子也能够体会到 基督的这个这个人的苦难 那其他的位格也是 也是有间接的体会 大体上是这样子 所以大体上有三种观点 好 好谢谢戴博士 下面一个问题是 阿奎纳与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 有什么不同 就可能比较大这个问题 你就对戴博士可以简单的 这个阿奎纳基本上就是 奥古斯丁主义者 所以他在很多方面 他在救恩论 在审论 在很多方面是肯定奥古斯丁 肯定了奥古斯丁 所以共同点是大于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 共同点是大于他们的区别 那还有一个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 奥古斯丁在哲学上 是受到波拉图的影响比较大 那阿奎纳是受到亚历斯多德的影响比较大 是这样子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对某一些神学议题的解释 有时候阿奎纳是比较借地气 我不是说这个奥古斯丁飘飘然 不是这个意思 阿奎呢更强调身体的重要性 阿奎呢更强调这个 这个什么呢 生物的这个那个那个重要性 各方面 但是这个这个还是大同小 好 好谢谢戴博士 下面一个问题是 圣子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 可是三一神的三个位格是同志 同尊同荣 这样推理圣父和圣灵 也应当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了 这个问号 我知道这是错误的认识 但是又无法理解 对对不起 我可以再说再听一遍 我刚才不是很清楚 就是圣子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 三一神的三个位格是同志 同尊同荣 照这样推理的话 圣父和圣灵 也应当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了吗 这个问号 当然没有 对他说我知道这是错误的认识 但是又无法理解 是因为同众同伦 只是关系到神性 不是关系到人性 所以基督是有神性跟人性 圣子圣子不是基督 圣子是有神性跟人性 所以同尊同伦是只是关系到神性 下面一个问题是 人可以按照神创造的样子回到神那里 听上去好像不需要耶稣基督 这与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刚才我刚才解释的时候 我说那个耶稣基督 所以回到三地那里就不可能没有耶稣基督 肯定是需要需要耶稣基督 当然如果没有堕落就不一样 如果没有堕落就不需要道成楼 在这方面有一个辩论 这个跟加尔文差不多 跟加尔文认为如果没有堕落 不会有道成楼 有一些神学家像斯科朵 他们认为没有堕落也是需要道成楼 但是阿贵纳认为即使没有堕落 人还是需要通过道 通过圣子的工作 通过灵回到神上的那里 但是堕落以后是需要通过道成楼 所以还是离不开圣子 好谢谢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人对神的爱是完全的顺服性 回应性的吗 对对上帝的爱 那当然人对上帝的爱的那个态度是很丰富的啊 有各种各样的但是 我之所以提供这种这种 回应性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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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这个这个什么呃 接受性是因为要强调这个什么呢圣父和圣子的这个关系 那那神的人对神的爱为什么需要回应 需要这个这个这个什么呢 灵受性 因为不是我们先爱神 是神先爱我 所以不是我们主动找上帝 所以我们只能是灵受 上帝的恩典 那回应在这里所谓回应是我们通过感 所以顺服在这里呢 是广义他不只是关系到呢 不只是关系到我们怎么样去做上帝的话 顺服一般来说我们觉得 所谓顺服就是听话 所以上帝要我们做什么 顺服在这里更根本的是一种心态 那这种心态来自什么呢 来自一种感恩回应的心态 所以顺服呢离不开县级 所以顺服的根本就是县级 所以当圣经说那个上帝不喜欢你所奉献的那个羊羔 或者你有上帝要的就是顺服的心 这个可以这样翻译 如果你要真正的奉献的话 真正的县级的话 真正的县级就是奉献你自己 这个就是顺服 这个就是对上帝的爱的会 好 代博士有一个问题很长很长 然后对您就看一下可能 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很快就要结束了啊 所以我就我就先先那个那个那个 大体上大体上这位就是说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请问我大体上 请问我们新教现在是否应该弥补这一切 旋 重返形而上 重返形而上再一次开始学习阿奎那重新 把启示真理以理性真理 像结合我觉得是 我觉得现在那个很多复印派呢 必须要重视这个这个这阿奎那的事情 那过去呢 几年前七十年代的时候已经有几位 已经有几位复印派生学家提倡 我们要学习阿奎呢 他们都是已经去世了 Norman Geisler 还有呢 RC Sproul 斯鲍尔 RC Sproul 还有呢 这个这个 John Kastner 那现在就更多 现在就更多 现在如果你看那个大体上这个 名牌的神学院 啊 名牌的复印派神学院 加尔文神学院呢 改革中神学院 西敏神学院 还有这个这个什么呢 这个哥登关门神学院 各个名牌的神学院都有很多 这个这个包括三亿神学院都有很多 这个对阿奎那的开始 很忠实的 当然 这个启示呢 这个启示只是二十世纪的这个现象 从十六世纪 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 不管是在改革中还是在路德中 这两个众派呢 他们出现的这个很多神学家对阿奎呢 还是非常的看重 认为他是老师 他他需要被尊重 那个巴文克 包括那个 在凯波尔说过 类似的话 他们的意思就是 奥古斯丁 埃伦牛和阿奎呢是属于全教 不只是罗马天主教 是这样子 那好像刚才也有一个有关这个文化跟循环性的这个文 这个这个问题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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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观跟文化 这个这个当然这个这个是对我来说那种 这种循环呢 这个告诉我们怎么呢 告诉我们就是第一那个文化必须要荣耀上帝 但是不但是荣耀上帝呢 我们在这个文化还没我们也不能够做一对这种 这种胜利主义者或者凯旋主义者 因为这个我们要等上帝的到来 所以我们也要通过这个世界的苦难 世界的各样的不顺 回到上帝那里去 必须强调文化使命 但是不至于走极端 不至于那种 那种好像是变成一个胜利主义者 那是这样子 必须在这里必须要 我们不能够容忍一切的那个失败 我大体上是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李老师 和谢谢那个必须讲坛的这个 这个所有的同工辛苦大家了 谢谢谢谢戴博士 非常精彩的解答 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 我们再一次向戴博士表达感谢 今天晚上给我们带来了 当然国内是白天 给我们带来了 如此精彩的丰富的讲解 和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代表BC讲坛 同工们向戴博士表达感谢 也向李锦雯老师 他所做出的回应 给大家感谢 也谢谢各位弟兄姐妹 来参加我们的讲坛的各项活动 好 今天我们讲座就到这里了 好 我们下一次再见 谢谢 再见 谢谢 谢谢戴博士 谢谢 我们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 大家有点 我们下一次 大家